大家好 我是小當家 我們今天有客人要來家裡用餐 所以我買了兩袋豬腳 要來滷豬腳囉 那今天因為客人來家裡要做客 所以特別小當家今天就來做的豬腳 辣椒 冰糖 蒜頭 桂皮 八角 紅蔥頭 蔥 還有再來就是會有一罐可樂 米酒 還有醬油跟油 還有我們的豬腳 豬腳 我先把豬腳先丟進去 這些豬腳 我基本上是不會加油 因為豬腳它上面其實油就滿多的 所以我們先把豬腳丟進去 然後加點糖下去 先炒過就是讓豬肉等一下再放到壓力鍋裡面 會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散掉 一點點焦香焦香 再來關火 這個放進去壓力鍋裡面 大致上煮起來是會有一點點像這樣子 有點焦香焦香的 這時候倒入可樂 可樂是為了讓肉會比較入味一點 也會顏色比較好看 也會顏色比較好看 接下來我們準備要炒一下浮料 加一點油 煮完油之後我們先 加一些浮料 這是片子 拉起來 辣椒 一般我自己不會去 煎 紅蔥頭 還有蔥 一般我不會先切 因為這個等一下在壓力鍋裡面 就會出熱到來 所以我們先把它炒過 炒至有一點點焦香之後 焦香會出來之後 我們加一點點醬油 這樣油比色呢 加一點米酒 加一點米酒 然後加水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只要把它燒到滾了之後 就要倒進去壓力鍋裡面 現在的 煮料 這個湯是已經滾了 準備倒過去 煮餃子裡面 然後 直接把它倒退來 就 我要醃過煮餃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蓋鍋 完成 就開始囉 就可以等著車啦 湯滾 煮餃子 蓋起來 然後壓力鍋 它會有分段 我們這個是可以轉到 像這個 煮肉的地方 它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要記得 一定要確認蓋緊 那我們就開火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 40分鐘了 就來開鍋了 鍋 哇靠 然後 這個東西先撈起來 比較不會影響味道 像這個 蔥啊 放久會發苦 就先把它撈起來 不應該OK啦 看一下 如果現在的狀況 喔QQ的 這樣子 差不多 彎彎的 這個是湯比較多一點點 那 我們 如果你喜歡的是那種 有收汁的話 你看 有收汁的話 就是把 豬腳都撈起來 然後再 把湯再稍微煮一下 讓它收汁多一點 那今天 我們就等 晚上開始吃囉 這個豬肉 你看這個顏色多漂亮 OK 今天來客人啊 所以小當家煮了一桌 就是 每樣菜都是小當家第一次煮 那主角是這個 主角 今天的客人 表是還很不錯 可以入鏡一下 如昂 耶 讚不讚 讚 吃了再說吧 好 好 好 我要幫他加醬醬 對啊 這樣子不好吃給人也看不到 沒有 沒有 沒有想到你會加醬醬 沒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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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表示不錯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 拜拜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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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這次煮的部分 還蠻好吃的喔 清空了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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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